嗨 大家好 我是青姐 今天是我七天清断食的第六天 一个茶叶蛋 两个蛋清 我已经吃了一条 黄瓜 西红柿 一个全麦欧包 我自己腌的蒜苔 就拿盐腌一下 淹出水来 再用清水冲洗一遍 就这么吃了 把水过滤之后 再用那个什么酱油 油 八角 什么 再炒一个汤 把它腌一下 但是 我不想吃的那么咸嘛 我就没弄 这样吃 也挺好吃 主要是我喜欢吃蒜 喜欢吃姜 我煮了21个茶叶蛋 我现在早上中午 各一个茶叶蛋嘛 晚上就不吃了 还剩7个嘛 三七二十一嘛 然后东东也不吃 最后 在这到 最后这两天了 我就赶紧吃 还剩几个明天吃 不吃就坏了 我又不舍得扔 可能我做的不好吃吧 这个有咸味 然后腌个小菜有咸味 其他没有咸味 这个确实挺好吃 嗯 但我不会做 也可以在家第一蒸全麦馒头 一摊子煮食的量 不要超过100克 不算 它不掉秤 不也行啊 从5天到7天 从到多少天就不掉秤了 等于是 10天掉了10斤 11斤 不掉就不掉 但我得吃 我要是不吃啊 我就容易爆食 所以说捡一段时间得休息休息 嗯 不休息真不行 我之前就是老咸得捡的慢了 因为水分掉完了 这才不怎么捡的嘛 我刚才说你捡了 我就想再少吃一点 然后继续这样掉快一点 实际上 撑也没掉多快 但是再少吃 就让自己食欲越来越旺盛 所以压不住 那根压力顶不住了 就吃多了 好吃 黄瓜西红柿纯粹是因为我不想做饭 因为我懒得做饭 他爸爸在外地上班 冬冬也吃不多 我就给他做点就行了 其实我做饭挺好吃的 我发现我之前做减脂他时候 哪个姐妹还评论我厨业 厨业够了 但我不爱做饭 吃这些也不费脑了 有人还在吃一天 后天我吃海带 海带泡上了 刚才做饭 这个不费人 言热 千万不能着急 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一口气吃什么胖 心天不好就失败 我想吃的时候 我现在就吃点 因为我想吃 我还克制自己死不吃 那你到时候 你就等着吃个死吧 我昨天不是说 我买了一堆萝卜吗 你们也看了 大概六七个 我本来想生吃的 实际上都糠了 人不能贪心 我之前买了两个 他没糠 我现在多买几个 我就不用来回跑了 他又买几个全糠的 我又盐上咸菜了 腌一下 滤一下水 晒成干 放点五香面 辣椒面拌拌就行了 这就怪我自己贪心 好了 拜拜 我就喝点水 我再来 我再来 你 我再来 你 我再来 你在哪里